接下来我们讲讲认购期权 认购期权是一份协议 认购期权这份协议 就给买方 即是期权持有人 一个权利去按一个行使价 去购买资产 而买方是有权利不行使 这个期权 即是不买这个资产的 即是说如果那个资产升了值 对买方就有好处了 资产贬了值 对买方虽然没有好处 但是他有权不买的 那为什么有这么好处的事呢 升就你赢 至于你又不用赔的 原来期权买方 就是给了一笔叫做期权金 去买这个弹性回来的 OK 那如果你有一个期权 可以用50元买石油的 现在一个石油的市价是60元 你会不会行使这个期权啊 当然会啦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期权 那个行使价是低于市价嘛 市价是高于行使价嘛 所以你便会行使咯 如果石油现在的价钱是40元 你会不会行使呀 不会啦 因为为什么呢 市价比期权的行使价还低于行使价 那你再看看这个表呢 你就可以知道在认购期权里面 双方的责任了 认购期权的买方呢 就有权利按指定的价格 买资产 就不是一个责任来的 它有权用 也都有权不用 OK 有权用 也都有权不用 OK 而期权的买方呢 就有责任 在买方行使这个期权的时候 按一个特定的价钱呢 就卖这一件资产 给这个期权的买方的 OK 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了 张小姐呢 就卖出了认购期权 张小姐卖出了认购期权 那想问张小姐的对手是什么呢 那张小姐是卖出 他卖出的衍生工具是认购期权 所以张小姐的对手是买入 买入的工具是什么呢 就是认购期权 所以他的交易对手是什么呢 买入认购期权 那张小姐有什么权利和责任啊 张小姐呢 原来就有责任 在买方行使期权的时候呢 就卖这一件资产给对方的 OK 那张小姐的交易对手又有什么责任或者权利呢 张小姐的对手由于是什么呢 认购期权的买家 所以他是有权利按指定的价格买入资产的 就不是责任 他有权不做的 OK 那什么是认购期权呢 认购期权呢 就是一个合协议 给一个买方 即是一个期权持有人 用一个特定的价钱去出售的资产的 OK 那那个期权的持有人 可不可以不行使这个认购期权呢 可以哦 可以不行使这个认购期权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了一笔期权金去买这个弹性回来嘛 如果那个资产的价钱跌 他就可以用一个高一点的价钱 即是一个行使价去卖资产 那如果资产的价格升 高过行使价的 你还会不会用一个行使价去卖资产 你就不会了 OK 那我现在给了一个例子你了 假设你有个期权是可以用50元去出售石油的 现在石油的价钱是60元 市价是60元 你会不会行使呀 当然不会啦 因为市价是高过行使价嘛 那如果石油现在的价钱是40元呢 你会不会行使呀 那当然会啦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市价是低过行使价 OK 那接着我们就讲一下 应沽期权双方的权利和责任 那应沽期权的买方呢 就有权利按指定的价格 出售资产就不是一个责任来的 OK 他有权不做的 但是应沽期权的买方呢 就有责任在买方行使这个期权的时候呢 按指定的价格呢 是买入资产的 OK 那刘先生就买入了 就是应沽期权了 那想问一下 那刘先生的责任啊 刘先生就有权利按指定的价格出售资产 就不是责任来的 他有权不做的 OK 那刘先生的交易对手又有什么权利和责任啊 刘先生的对手呢就有责任 在刘先生行使这个期权的时候呢 就买入刘先生的资产 那刘先生的交易对手有没有得选啊 没有得选啊 OK 那期货和期权这两个产品有什么分别呢 记住 期货呢就是必买必买的 即是买卖双方都没有选择权 定了个合约之后呢 一定要跟据个合约呢 就去买卖和交收的 OK 但是如果在一个期权的合约里面 期权的买家 即是期权持有人是有权选择是不是行使的 他有权选择不行使的 即是说期权的买家是有弹性不完成的合约的 但是期权的买家呢就一定要按期权的买家的意愿行使 那期权的买家为了补偿期权卖家的风险呢 就给了一块钱 那块钱呢就叫做期权金去买这个弹性回来的 OK 那期权还有什么分类啊 期权可以在场内买又行 场外买又行 那有些特殊的衍生工具就叫做掉期期权 那就是掉期和期权的混合体了 那你知道就可以了 这个 misconception 是什么意思 我说 我说,做费用的 你们可能吗 是谁